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手武当山门 面对武功高强的挑战者都能一一击退 后来怕把对手打坏了 要养人家一辈子 就不再接受比武 实战如此厉害的武当掌门 绝招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后发先制 意思是先化解 然后后压制 就是先把对手拿住 化解进攻 然后利用推或靠的内力将对手摔倒在地 武当掌门周云龙和自己的弟子做了一下示范 尽管上了年纪啊 但是道掌的身手还是那么的好 我就是为了去验证这些动作的 这个动作你想他他踢不到我 他就没事 踢到我他就倒霉 踢到反而不踢到还要 踢到了之后你看 我就能控制他 对不对 他就他就很糟糕 我就手就保护到这里 这个踢过来 你看 你看 我把他一带他就会倒 我不肥腱 掌门周云龙道掌和一个练空手道的高手也对练了一下 空手道高手的直接被掌门的内力击中 愣愣的站在一旁确实服了 道掌还有个本事 那就是太极沾三风那样的睡功 就是不用看对手 仅凭感觉就能击败对手 这种近似神话的睡功 在现在的武当山还有吗 真正的睡功在实战中能派上用场吗 钟云龙为我们展示睡功在当今搏击中的运用 道掌这个太极就是这么的这些东西 我就比较更近 对不对 更近我就感觉更快 我就不动 他稍微一动 我就感觉到他的动机的感觉 对不对 你不看他可以 我不用看他 我会感觉到他 对不对 我会感觉到他的全球出来 对不对 我就会去去 对不对 我最终我可以打他 可以不打他 对不对 这是更加我自己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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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当时的这个情绪 对不对 所以传武术是越自己越有用 越花架的东西 爬了爬去 结合 他就不好打 没过头来看 正因为钟云龙道长经历过实战 才会对传练武术太极权和现代博军谁更能打有自己的认识 真正的实战就是没有花架子 就是如此的简单和直接 你觉得呢 欢迎留言评论 关注我 下期见